日前在過年期間網路影音平台盛傳的畫面 直指畫面中就是淡水豚山阿嬤中的南瓜隧道 因此豚山里長以及淡水人明代就接到許多的電話詢問 甚至里長在里內還碰到遊客直接到現場來問位置 而里長表示淡水南瓜隧道是5月才開始 網路傳的是假消息不是在淡水 眼前一顆一顆的南瓜結石雷雷掛在棚架上 形成一條南瓜隧道 而日前在過年期間網路影音平台盛傳這樣子的畫面 並且由臉書流傳直指 這個就是淡水豚山阿嬤中的南瓜隧道 因此豚山里長以及淡水明代就接到許多詢問電話 甚至里長在里內還會碰到遊客直接到現場問位置 里長表示淡水南瓜隧道是5月才開始 網路傳的是假訊息 其實不是在淡水 所以我們只要在採的時間是現在才開始在採而已 所以等於要到兩三個月以後的大事 這才能看到 現在網路傳的就是跟他說 這可能是南瓜它天氣比較好 有可能是南瓜的 也有可能這花瓶是成兩年的 所以現在大家傳出來之後 做成我們電影的困擾 甚至店航來里長公室問 就是在附近的一些點 有些租金都被問得很煩的 每天幾個都來你問 問我你們南瓜隧道在哪裡 這麼漂亮的隧道在哪裡 是這個像我們的南瓜隧道 現在是空空 現在才開始採摘下去而已 由於網路流傳的錯誤訊息當中 就連交通資訊都寫得相當仔細 里長表示除了里長電話被打爆之外 就連附近的住戶都被遠道而來的遊客詢問 而且一天好幾次造成地方困擾 對此新北市議員政員表示 服務處也接到類似的狀況 因此也發出澄清公告訊息 現在淡水南瓜還沒有開始 唯一錯誤的是現在不是南瓜季節 所以網路傳的說現在是賞南瓜的好季節 這件事情是一個錯誤的消息 那因為其實很漂亮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長者 都有來詢問我們說 這個是不是現在可以去看 那甚至是他們都會開始轉傳 可是宇恩要告訴大家 這個是錯誤的訊息 那圖也是不是在屯山裡拍的 實際的來到淡水屯山南瓜隧道 看到的景象棚架上空蕩蕩 都還沒有長葉子 而且最近屯山天氣陰雨綿綿 里長說現在都還在種植階段 要等到5月才會長出 結石雷雷的美麗南瓜 對此議員也說 網路流傳的影片 有可能是在南部屏東等地 所以想要欣賞美麗的屯山南瓜隧道 要等到5月才會開始 記者許多人一代的採訪報導